美国众议院共和党人4月26日通过了一项提高债务上限提案 提议提高美国31.4万亿美元的债务上限 以换取大幅削减政府支出 这标志着众议长麦卡锡经过几天艰苦谈判后取得了胜利 但也充分展现了共和党会议内部的深刻分歧 该法案规定联邦政府债务上限将提高1.5万亿美元 联邦政府预算年均增长需控制在1% 收回未使用的应对新冠疫情资金 削减对美国国税局预算 不再对大学生贷款进行减免 取消针对新能源相关减税措施等 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驳斥了共和党的债务上限法案 称其为美国违约法案 白宫称这是为获取极端让步而进行的鲁莽尝试 并表示如果该法案到达拜登的办公桌 他将予以否决 另一方面 美国经济分析局27日发布的数据显示 美国2023年一季度GDP年化环比增长1.1% 大幅低于市场预期的2% 较去年四季度2.6%的增幅有所放缓 4月26日 拥有被吸称为地表最强法务部的美国华特迪士尼公司 正式起诉佛罗里达州州长罗恩·德桑蒂斯 指控后者及其支持者非法利用政治权利来报复该公司 称相关行为已经威胁到了公司业务经营 当天早些时候 德桑蒂斯任命的佛州新监督委员会 投票否决了迪士尼与前委员会2月达成的协议 原协议规定 迪士尼可对奥兰多主题公园所在土地保留重大控制权 这场斗争始于一年前 迪士尼当时公开反对佛州2022年3月通过的一项法案 该法案禁止该州幼儿园到小学三年级的早期课程 包含涉及LGBTQ家群体权利的内容 限制了有关性取向和性别认同的课堂讨论 迪士尼当时的首席执行官鲍勃·查佩克 迫于员工的压力 发布声明反对这一法案 并宣布暂停在佛州的所有政治捐款 承诺将推动废除这一法案 这一表态惹恼了佛州州长德桑蒂斯 此后 德桑蒂斯及其盟友 瞄准了迪士尼在佛州的特殊税收区 凭借相关政策 迪士尼每年节省了数百万美元的费用和税金 今年2月27日 德桑蒂斯正式签署法案 夺走了迪士尼在佛州享有半个多世纪的自治权 据彭博社4月26日的报道 今年3月 人民币在中国跨境交易中的使用首次超过美元 这是中国减少对美元依赖过程中跨过的另一个里程碑 彭博行业研究根据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开展的研究显示 人民币在中国跨境收支中的占比从2010年的接近零 升至今年3月底创纪录的48% 数据显示美元在同一时期的占比从83%下降至47% 该比例是基于所有交易计算而来 包括通过中国内地与香港资本市场开展的证券交易等 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表示 人民币在跨境使用中的占比不断上升 这有助于降低在跨境交易中货币错配风险 此外 阿根廷经济部长马萨26日宣布 阿根廷将停止使用美元来支付从中国进口的商品 转而使用人民币结算 北京时间4月27日16时26分 23岁的旅美归国大熊猫鸭鸭抵达上海浦东国际机场 在中方兽医和工作人员的陪护下 前往封闭隔离检疫区 2003年4月 鸭鸭 乐乐旅居美国田纳西州蒙菲斯动物园 按照合作协议于今年到期回国 今年2月 乐乐因心脏病离世 终年25岁 为做好鸭鸭隔离检疫 上海动物园设立了专门的隔离检疫场所 含室内授舍 室外运动场 饲料加工间等 室内授舍加装空调 同时准备了丰富足量的竹子和腐蚀 在隔离检疫期间 北京动物园专家团队将驻场全天24小时陪护 针对鸭鸭高龄 生活环境变化等特殊情况 精心做好饲养护理 健康监测和诊疗诊治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